诗篇第七十三篇 神实在善待以色列 善待那些内心清洁的人 至于我,我的脚几乎滑跌 我险些跌倒 我看见恶人兴隆 我就极度狂傲的人 他们没有痛苦 他们的身体又健康又肥壮 他们没有一般人所受的苦难 也不像普通人一样遭遇灾害 所以,骄傲像链子戴在他们的颈像上 强暴好像衣裳穿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的罪孽是出于麻木的心 他们心里的恶念泛滥 他们讥笑人 怀着恶意说弃压人的话 他们说话自高 他们用口亵渎上天 他们用舌头毁谤全地 因此,他们的人民归回那里去 并且喝光了大量的水 他们说 神怎会晓得 至高者有知是吗? 看这些恶人 他们常想安逸 财富却增加 我谨守我心纯洁 实在突然 我洗手表明清白 也是枉然 因为我终日受伤害 每天早晨受惩罚 如果我心里说 我要说这样的话 我就是对你这一代的众儿女不忠了 我思想要明白这事 我就看为烦恼 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 才明白他们的结局 你实在把他们安放在华地 使他们倒下灭亡 他们忽然间成了多么荒凉 被突然的惊恐完全消灭 人睡醒了 怎样看梦? 主啊! 你睡醒了 也要照样轻看他们 我心中酸苦 我肺腑刺痛的时候 我是愚昧无知的 我在你面前就像畜类一般 但是 我仍常与你同在 你紧握着我的右手 你要以你的训言引领我 以后还要接我到荣耀里去 除你以外 在天上 我还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 我也无所爱慕 我的肉身和我的内心 虽然渐渐衰弱 神却永远是我心里的磐石 是我的业份 看哪 远离你的必定灭亡 凡事对你不争的 你都要灭绝 对我来说 亲近神是美好的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 我要述说你的一切作为